iPhone13遭殃 多家供应商因限电停产 这结果苹果不淡定 9月29日上午消息 苹果在华的多家供应商被此次限电波及 据不完全统计 包括印刷电路板厂商新兴电子在苏州的厂区 以盛精密公司汤儿富 日月光昆山公司 环球晶圆昆山工厂 和硕 富鼎精密 台郡科技等 其中 苏州园区和昆山工厂的限电时间 多截止到9月30日 消息人士称 以台郡为例 现有库存很难满足苹果在停产期间 为iPhone提供的旺季出货量 其收入肯定会因此受到影响 但目前仍难以估计实际影响 在10月1日恢复正常供电后 将不得不加班生产 另外 对于那些供应链布局更广泛的公司 也正采取措施让非建电地区提供产能补充支持 苹果官网显示 iPhone13系列目前下单 最快两周 最长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货